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天氣如何 來請教氣象主播 老外 老外請說 大家好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始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星期三了 假期過後 今天大家有調整好 這上班上課的步調嗎 天氣上今天在桃園以北 跟東半部地區一天下來 是出現了短暫震雨的現象 雖然雨量雨勢都不大 但多多少少在外出的行程上 還是造成一些些的不方便 而午後也因為 對流發漲旺盛的關係 在台州 嘉義以南的地方 還有苗栗的山區 也有短延時的強降雨 這不穩定的天氣形態 未來還是請大家多加注意 而對於一向很暖熱的南部地區來說 白天時候的高溫還是挺逼人的 這高溫是來到了36點 三度地點是在台南的左鎮區 在入夜之後的現在 這溫度也有降下來的趨勢 而過了中秋節之後 這未來的天氣系統 也逐漸的開始轉變 涼爽涼爽的溫度 也會慢慢的出現 畢竟這秋天 已經向我們來招手了 至於為了天氣變化 等等我們就先從第一張的 衛星雲圖一起來了解了 從這一週的一開始 我們就提醒大家 這一週我們會處在一個 大低壓的黃金之下 台灣附近的水氣不僅多 這個水氣是非常的胡耀的 天氣上的資訊可以清楚看到 這低壓帶這一大片 就是造成我們天氣不穩定的 主要原因 這當中也包含了在北方的 這一股葡萄桑颱風 以及靠近中南半島的 這個熱帶性地氣 各自的後頭 也跟著這個小螺螺 也就是低壓雲氣 帶有水氣的雲氣 一移入我們 我們就會有降雲的現象發生 而明天 隨著這個葡萄桑颱風 以及南海的熱帶性系統 向西移動 台灣附近的風場 會轉為吹南風 以及這個西南風 水氣會更加的多 所以在北部南部 還有東半部 以及外島的金門馬祖 都會有短暫正雨的現象 而在中部地區 主要還是以午後雷雨為主 關心完了天氣上的變化 溫度上的呈現 我們再從下一張地面 天氣圖來了解 剛剛有提到 進入到秋天的現在 這溫度涼冷的表現 在屏蔽地區 其實還不明顯的 不過在我們高海拔的山區部落 現在已經有涼冷涼冷的氣息 圖卡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明天的菩薩山颱風 跟這個熱帶性地區 會照著既定的方向來前進 風向會是以暖熱的南風 跟西南風為主 所以明天白天 各地的溫度感受 跟今天相比並不會太大 悶熱感還是有的 其中一個比較要我們注意的 就是從基隆北海岸 還有整個東半部的沿海 還有恆春半島 以及馬祖的部分 明天開始就要注意 這長浪的現象 而且時間請留意到週末 想要從事水上活動 以及海上作業的漁民朋友們 就要多加注意自己的安全了 至於部落裡頭 更爽心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氣象 屏東的市值母 那根滿洲最低溫22度高溫 是位置在28度 泰烏來根春日最低溫21度高溫 來到了29度 三地門屋台跟馬甲最低溫18度高溫 28度多運的天氣形態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13度 地點是在桃園而高溫27度 加伊達里山溫度收落在13到26度之間 南投的原鄉地區最低溫11度 地點是在仁愛跟星義而高溫26度 多運的天氣形態 台中的和平溫度收落在16到26度之間 苗栗的原鄉地區最低溫19度高溫26度 新竹的原鄉地區最低溫15度地點 是在尖水而高溫28度 北部地區來根復興最低溫20度高溫26度 宜蘭的大通跟南澳最低溫19度高溫28度 花蓮的部分新城花蓮市跟吉安 最低溫26度高溫 維持在30度流行短暫的雨勢秀林跟萬榮 最低溫18度高溫29度 收封跟封冰最低溫23度高溫29度 鳳林光復跟瑞水最低溫24度高溫28度 花蓮南區的部分最低溫降到11度地點 是在佐西而高溫28度 台東的海岸線最低溫25度高溫29度 縱谷地區最低溫18度地點 是在海端而高溫27度 陸野台東是跟北南最低溫23度高溫 是維持在29度 南匯地區最低溫19度地點 是在金峰而高溫29度 揚美島初的蘭雨溫都是落在26到28度之間 外島的連江金門跟澎湖最低溫27度高溫29度 我要去看天氣讓您出門不落氣 未來的天氣降雨的現象並不是持續性的 多半是屬於間歇性的大雨 之後天氣就會轉晴同時悶熱 這濕度高的現象會跟著出現 而到了週末之前 沿海地區請留意長浪的現象 同時因為近期是逢大潮 沿海堤瓦地區更要注意這海水道觀的現象 這幾項的提醒就請大家要多加注意了 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氣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 身心平安